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集 講一下巴黎的前世金身 這個位於蔡立河中間的島嶼 四面環水 加一個這麼紅厚的城堡 巴黎就在這裡誕生 法國的第一度王朝就是貪這裏地勢險要 而選擇在這裡定居 有敵軍入侵的話 只需要拔起中間條吊橋 就可以將城堡封成一個孤島 因此這個地方就叫做Ille de la City 就是成島 巴黎這個城市就在這個島開始了 你走過這麼宏偉的石橋 可以感悟一下當時麥麗溫王朝的祖先 如何堅守一轉一轉 越往入行的建築就越精美 因為當時的法國不再是人打他 而是他打人 所以就拆了沿岸口實的聖場 改建成為宗教場所 文用設施和監獄等等 由西道東沿岸排列 成島的正中心就是一開始皇朝居住的地方 到後來建了法宮之後 大家搬走就成為一個司法宮殿 作為他的終審法院 上訴庭等等 去到今天 除了正中間卡佩王朝的聖牌園之外 很多地方就不再開放了 聖牌園裡面好像走了一個萬花筒 這裡是皇室成員祈禱的地方 裡面就擺放了耶穌壽難的時候 一些十字架的碎片和其他聖物在這裡 北面的槍花玻璃描述了聖經舊約的故事 南面的槍戶就描繪了這些遺物 如何被帶來巴黎的過程 天花板游了飽和度很高的補藍色油漆 那時候藍色是最昂貴的染料 所以就反映了卡佩王朝多麼富貴 天花板還覆蓋著星形的金箔 就好像仰望不怕離行的夜空一樣 感受一下這個燦爛的奢華 在我剪片的時候 成都傳來的大新聞 就是聖母院竟然著火 所以好好珍惜他留下港古的片段 第一代建立了物流溫王朝之後 他是一個法蘭克人的壞習慣 就是當皇帝死了之後 會把土地平均分配給兒子 然後當兒子又死了 就會把土地平均分配給他的孫 過了幾代之後 就一變四 四變十二 然後整個法國會有很多的小皇帝 但每人只有一個窦園那麼小的領土 他們都沒有心機處理政事 反而宰相的權力就越來越大 杯庭三世是其中一個諸侯國的宰相 他就透過很多合縱連環的手段 就統一回帝國 但因為他沒有皇帝的血統 所以他就跟教宗說 不如我現在打了羅馬給你 然後你就承認我作為法蘭克的王 教宗說OK 從此就開創了加羅林王朝 頭過幾代都是明君來的 尤其是批評了老爸 發明採入制 將土地分封給將領領 鼓勵他們打仗 但後來諸侯國據 皇室的土地就萎縮到只有法蘭西島 後來歷史重演 又有個強勢的宰相 推翻了原先的王權 建立了新的卡佩王朝 成島盡頭的聖武院就是他們建的 他哥德早起的設計 未能夠擺脫浪漫風格的影子 很厚的長身好像鑽了幾個洞 將門和窗填上去 你不要看他左右的品字形config 和正中間的月形Rose window 有一點關係都沒有 其實他用了同一種放射性的 心形Pattern和三葉草Tresory 填充左中右三個開口 我們現在來到聖武院的門口 之前有看過講解過很多教堂 就知道他是一層一層的向來 讓你由人間走到天國 首先最側邊就是十二門圖的雕像 然後十二門圖頭頂 通常都會有個哥德的frame 因為這是一個哥德的教堂 但他這次用的是建築的detail 而不是一個普通的哥德窗包線 有城堡 有大樓 也有一些近乎是拜占平時到土耳其那邊的建築 再向上 你會發現他有一系列很複雜的門框雕像 聖人是打直坐的 天使是打側 向日的半身像 有開心的 吹水的 有訓影教的 外面的聖人有掌握筆的 有沉思的 有掌握一本書的 亦都有一些是閉上眼的等等 看完路門就看上面那個儲囊 上面那些人 全部都是法蘭西王國歷代的皇帝 他將一些宗教的figure 和世俗的君主放在一起 告訴他們國民 你的皇帝是神選出來的 懂得看的話 會看他的頭頂 用一塊丟出來的珠寶 同樣都很精緻 再對上面有一個欄杆 他用了少少伊斯蘭風格的起閣邊緣 作為欄杆的儲式 所以你會看到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構圖 你要慢慢看 由外到內 逐個逐個breakdown 才能吸取所有日月精華 我們現在來到Notre dame的內部 教堂內的高度被三層窗戶所分割 其實就是正立面三層開口的延續 說回裡面 如果大電弄得太闊 它中間會倒下來 所以就弄了幾棵石牆 但它又想採光好一點 它就會進入一個拱囊 開幾個洞出來 這三層尖拱領室內空間 有很垂直的penetration 外面的光線透過一線實場 一線虛場 交錯曬入室內 就有很強的層次感 但後面有一個很高質很漂亮的木雕 他是說耶穌生平的 由他出生的時候 東方三博士在馬草裡接他 到他死前的最後一天晚上 在那十二個門徒之間的猜忌和不安 反映在他們的手勢上 遲些說劉否公過得作品的時候再長談 雖然是木板畫 但衣著的袖子和肌肉輪廓很真實 基本上給你一種時間停留在很silence的感覺 就很適合這個教堂莊嚴的氣氛 到最後就是他槍花玻璃 間間教堂都有Rose Window 但在Notre Dame是全世界最大的 乘12.9米那麼高 車輪型的結構 配以簽考的放射型骨降 平均分攤玻璃的重量 貫徹哥德的輕盈 又做到好像彩色織布的華麗效果 法式的哥德教堂和其他國家最大的分別 就是他用平頂的設計 想爬上塔頂 只要下載這個jet file 就可以skip了一條隊 後面這個獸型排水口叫Gargoise 通常都雕刻到很兇猛 用來震懾教堂外面的惡魔 下雨的時候 把水份在陽台水管排泄出來 教堂自己就不會水浸 教堂建了幾百年 去到後期這些雕像者 只有裝飾功能 就不能排水 所以就不叫Gargoise 叫Camara 怪獸都不再很生眼地安在牆上 而是站在露台看風景 好像我們的遊客拉起來欄杆上面一樣 他屋子那裡也有一些聖人像 加上有很多遊客在那裡 人魔獸聚首一堂 好像一個雕索館一樣 後來市政府想拆了一棟教堂 當年Wyman和K為了保育利東街 就寫了一首起貼街 法國的Victor Hugo 就以這隻駝背的怪獸做靈感 寫了鐘樓陀俠的愛情故事 大和好評 結果就感動到巴黎市民去保育他 還改變成迪士尼暢銷動畫 好 歡迎大家來到羅浮宮看畫的特輯 我們就由哥德式開始看起 古代很多人是不懂字的 教堂就是用這種藝術品 他想表達聖經故事出來 所以你看哥德式的藝術 你可以當他是一個漫畫 就從這個故事為例 是一個聖人被人砍了頭 獻給他的國王作為一個戰利品 這一幕就是地獄 剛才綠色三個人被魔鬼拉了下去 這個故事教訓大家 如果見到天主教徒 千萬不要欺負他們 否則你就會落地獄 講完 另一幅Branada的聖母與耶穌 透過一些金色的花紋 令他藍色的袍更加有立體感 你會覺得是有一個隕板 很喜歡聖母那隻眼 無論他在哪個方向 我都覺得他是在看著我 這不是一般哥德式的作品會有的感覺 但他這一幅做到 而且你可以看到外面 用金雕了的花紋 作為他的光環和上面 一個哥德式的書法 射鏡了當時拜占庭時代的一個字體 這次看哥德的這種版畫 大家知道他的建築有很幼 很收長的直線 圖畫上也是 那個人的神情 無論他的眼睛的幼度 或者他的嘴唇 都是用了一個很幼細的線條 去表現這個長和高貴的感覺 變相有一個小小的不好處 變相每個人都好像差不多一樣 你看他後面的天使 其實都是recycle品 和一份臉譜來做的 變相整個畫面很單調 好像用貼紙貼上一角的頭 不過放心 這件事到文藝復興的時候 就會有改善 到最後 呼籲大家去鎮災 法國政府 只認可這四間前線機構 我screen capture 了出來 大家千萬不要被人騙 快點捐錢 建立食物園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